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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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浴室的门口有些微少量的血迹有经过被擦拭 然后在当天九点的时候曾经一名男子 在匆匆的离开 死者被发现时没有明显致命伤或肉沿可辨识的伤口 不过检请在房内采集到3滴喷溅血迹分别散握在门把以及地板上 加上旅馆人员坐镇当时一起入住的还有 46岁岩姓男子 不过28日一早9点就匆匆独自离开 认为案情不单纯火速成立专案小组北上抓人 沿南到案之后对于相关细节 仍说辞反复交代不清 仍上待今天进一步征讯之后来做一个厘清 严细男子变称一早独自离去 是因为和朋友有约要到新竹找工作 但是公司还是存在诸多疑点 警方持续征讯要尽快离清真相 继续理性离线长报道